花蓮市29号在新增的武力确诊个案 大部分的疫调足迹都是分布在花莲市区 因此市长魏嘉贤也指示清洁队消毒班 持续在市区多处地点执行清销工作 同时也在施工所前广场设置了户外洽工区 严格来管制人员进出 由于疫情持续延烧没有消退迹象 近日来确诊的案例 疫调足迹大部分也都集中在花莲市区 花莲市公所除了持续进行环境清销工作 也在公所前的广场搭建起两顶大帐篷 从5月31号开始 只要是非留守在公所办公的人员 包括所外同仁或卡工民众 都只可以在户外卡工 让我们希望所有民众都能够配合 花莲县政府的一个 还有县早的一个肯托 拜托大家没有事尽量带在家里面 不要外出也不要停去 那造成说万一真的有确诊的话 会有不断的一个传播链产生 那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抗议的部分就是要中断传播链 那我们现在花莲市的相关清洁人员 清洁队的部分都全力的在做相关的消除 那另外一个就是花莲市公所洽工的部分 我们从31号开始禁止民众进入所内 那我们希望说在所外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服务柜台服务区 也请所有要扮演公务的部分 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的 把这次抗议的过程里面能够完成 也能够让所有的传播链来中断 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市长卫嘉贤也表示 除了异地办公之外 市公所也将严格管制人员进出 希望能让公所同仁及洽工民众 拉开接触距离 保持环境通风也多一份保障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